好 總統馬上帶您關心到民眾黨的總統候選 柯文哲的最新選舉行程 今天下午呢 他是回防到了台北市 也就是他自己比較多的這個支持者所聚集的地方 同時呢 這也是他跟他的副手吳欣盈 兩個人第一次的同時的這個車隊掃機 是走同一個路線 那他們兩個就是要來助攻要選台北市立委的張綺路 而且這個車隊是非常的長 包含了前導車國安車隊 以及相關的人員 總共加起來12輛車 那包含了整個這樣子最基本的這樣子的車隊隊形 已經有150到200公尺 這麼長喔 還不包含了後面有非常多自發的支持者 是騎著摩托車揮舞的旗子 是要跟在整個車隊進行的後方 那我們也可以看到 其實在柯文哲掃機的過程當中 這個內科內湖民眾這邊是非常的熱情 紛紛是集結在街邊來搖起吶喊 歡迎柯文哲 那也可以看得出在這個地方是 柯文哲是有他的支持度的 那柯文哲其實在上這個聯邦車 上到採訪車之前呢 也接受了簡單的訪問啦 就是談到說 是不是對於這個趙紹康說 如果未來這個柯文哲當選之後 是不是可以承諾不和綠營組成聯合的政府呢 柯文哲只是縱炮批評 他認為用人為財不應該看政黨問題 他認為這個趙紹康現在是玩氣堡 玩到走火入魔了嗎 不過其實可以看到整個車隊非常長 柯文哲看到這些支持者也很熱情 那不過可以看到柯文哲其實看起來 有一點點的疲憊 那其實是這幾天天氣很好 有一點點曬傷了 那媒體問他說是不是有差防曬 他則是說難道會有那個時間嗎 其實還是小小的開了一下玩笑 而我們也會持續帶您關心柯文哲 最新的競選行程 那麼把時間鏡頭再交還棚內主播 我跟柯文哲要喊話了 選舉只剩下不到48小時吧 我覺得柯文哲應該明確的表態 我要求柯文哲明確表態 選舉過後民眾黨絕對不會跟民進黨 組成聯合內閣 聯合政治 而且民眾黨也絕對不會跟民進黨 一起商量共推立法院的院長副院長 柯文哲能不能鄭重的在選舉之前 做公開的宣示 還是要偷偷摸摸 躲躲閃閃 不表態 必須要把這個態度講清楚 我們是說聯合政府是說 為什麼他們的邏輯就是說 一旦執政就要把別人都排除掉 這就最糟糕的地方就是這樣 我們不會說刻意要去用誰 但是用人為財 不分顏色 那公民黨會優先 但是你為什麼要動一個政黨裡面 一定沒有立的 這很奇怪 這個叫搞氣 把搞到已經好 走火路